大家好 由于这段时间我有一些调动 我先录制起来 这个影片 我们会在晚上八点的时间播出来 结束之后还是会有问题解答分享 这一两次就是由唐牧师还有Lawrence负责 我会在11月21号回到英国 我再一次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详细的去谈 在这段时间很多人拦阻我 他们说牧师不要这么早起来 基本上我的身体是OK的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为了我的好处维护我 所以我就接受了 今天我们来谈马可福音 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PowerPoint 因为我人在外面 所以没办法来将这个做得比较完善 但是我做得很详细的 所以先给了大家 首先马可福音的作者又名约翰 他是耶路撒冷的人 妈妈是犹太人 爸爸是希利利人 简单来说就是一些属世的犹太人 这就有一个好处了 简单来说犹太的文化他也认识 希腊的文化他也认识 特别在传福音上是非常的好用 另外他的表兄弟就是那个巴拿巴 巴拿巴在石头形状里面也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些根据说是彼得引导他去信族的 所以应该他是彼得的代彼 如果这样子来说呢 有可能他有很多的独家的资料 我们简单来看就是走旗的时候有七位教父 他们一致的认为马可福音是来自于彼得 这里有讲到跟巴拿巴跟保罗的关系 由于保罗出去传道 第一次拆船的旅程里面 马可是跟随那个保罗去的 在中途的时候 他又提早回去耶路撒冷了 圣经里面没有谈到是什么原因 当保罗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 他就不再带马可去了 但是到最后保罗还是承认 马可是一个很好的同工 总的来讲 马可是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 但是他所接触的人还有亲戚里面 都是很熟悉耶稣的事迹的 所以他写马可福音是非常好的 由于他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 他有可能是罗马公民 无论如何他就是一个混血儿 第三方面就谈到他蒙召的方面 因为是混血儿 有一些翻译是需要他解释 圣经有谈到当耶稣遇到 西匹泰的儿子雅各 还有他的兄弟约翰的时候 就帮他们两兄弟起了名字 叫伴尼奇 伴尼奇是不是很离奇呢 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解释 马可就解释给你听 是雷子的意思 就是雷公之子 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刚烈 所以耶稣给他这个名称 雅各是不是很刚烈呢 是的 所以他责备当时候的王 他就成为十二使徒被殉道的人 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刚烈 约翰就不一样了 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 让我们看到他很讲爱 比如神爱世人 约翰一二三书呢 在讲求很多实际的详细的爱 可见就是约翰跟随耶稣之后 他的个性是一百八十度改变 我们留意一件事情 其实个性是中性的 雅各维持回他的刚烈 他敢去批评那个王 好吗 我们再来谈先知的个性也是这样 也是非常干烈 如果你没有干烈的个性 就不要难去做先知了 约翰就把他的个性改了 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你都是给神所使用的 神使用我们的个性 另外他是有解释的 就第七章的时候有 就是法利赛兰看到 耶稣的门徒 他们就是用 那个俗世的手来吃饭 什么叫俗手呢 如果不是马可福音解释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俗手 就是你出去外面 回来之后 你没有洗你的手 这就是俗手 就不能吃饭的 因为这样子就是 违反了古人遗传的 不讲卫生的条例 你知道犹太人是很讲这些卫生的 他的背盘啊 铜器啊等等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历代都如此 所以马可就解释了什么叫俗手 马可福音写书的时间是 63到 组后63到70 所以我们之前就强调说 四本福音书里面 它是最早成书的 因此其他三个福音书 引用它也是引用很多的 传说它是在罗马或者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是写这本书的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约 约节 上次我们是按照那个地域来分的 马可福音我们是用一节圣经来分段 最好就把这个节圣经背起来 十章的45节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俗家 耶稣来到世界上有两个特点 他的工作的概括来说就是服侍 服侍到什么程度呢 是没有底线是写明的 所以一到十四章是服侍 十五到十六章是舍命 所以我就把马可福音的分段给了你 我们再来描述一下 就是圣经有去描述 耶稣像牛样服侍人 服侍神 你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很勤劳 所以在马可福音很多这个旧 这个字眼出现了很多次 但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例如最快啊 水祭啊 祭食啊 等 我们有一些例子来看 这里有讲到他工作繁忙 作者用了41次 马上立即 这种字眼 表明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是非常的殷勤的 甚至顾不了去吃饭的 甚至耶稣的身体是疲惫的 还记得他在床上的时候 轰乱大作 他还是可以睡着的 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 时间不多 所以耶稣非常的殷勤的工作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能力多少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殷勤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他的笔下描述呢 我觉得非常的细腻 这里有写到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有人就告诉耶稣 耶稣怎么热 怎么医治他呢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其实耶稣可以讲一句话 他就没事了 但是马太写得很细腻 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起他 热就退了 另外有个字句 提了很多次 就是人子 一共有14次 意思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马可福音的形容底下 耶稣就是人一个 做牛做马 没有人尊重他 甚至很多人攻击他 所以马可福音第二第三章 已经讲到有人攻击他了 但是很奇怪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形容耶稣 行的神迹是最多的 这些统计非常有意义 耶稣在地上行了多少个神迹呢 三十五个 甚至就是超过一半 都记在马可福音里面 马可福音形容耶稣是一个仆人 所以不要小看他 圣经开始就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这也介绍了耶稣是怎么来的 原来他是跟父神是有关系的 他是神的儿子 他既然是神的儿子 他行神迹 当然是理所当然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神迹 然后做一个专题的话 你就要参考马可福音 另外他的描述是很生动的 一章四十节说 有一个长大麻疯 不是说麻疯 是大麻疯 来求耶稣 怎么求呢 跪下来 接着讲一句话 你若肯 并能叫我捷径的 反映他对耶稣很有信心 我们有记载 马可福音里面 有记载同件事迹 马太福音 应该是马太福音 第八章 马太福音里面 第八章称 耶稣是主若肯 而不是这里的你若肯 就是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 这里的描述 好像比较平辈一样 将来我们再比较 所以我们留意下面 为什么 耶稣会医治 长大麻疯的人呢 马可就说 因为耶稣动了慈心 你怎么知道 耶稣动了慈心呢 你有透视眼吗 马可就有很多 心里面形容的表达 接着就医好 这个大麻疯的人 再来 我们再讲到 他文笔非常的细腻 简单来说 马可有记载 耶稣赶了格拉森 那个人身上的鬼 马太 路加也有记载 但是马可的记载 是最详细的 用了奥斯杰 同样的我们有谈到 立位被招的 马可福音第三章 他也是三卷书里面 讲的最详细的那一卷书 这就是马可描述的特点 我们在 还有什么是 马可比较少提及 去讲论的呢 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位夫子 耶稣是一位夫子 所以耶稣是常常去讲论的 但是马可福音 谈到耶稣像一位仆人 仆人怎么有资格讲论呢 所以简单来说 马可记载耶稣 他做的比讲的多 另外还有一些特点 就是独家的记载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抓拿他 原来当时后 耶稣被官府冰丁抓去了 但是有一位少年人 他是跟随耶稣的 跟到一个地步呢 连冰丁都知道他在跟着了 所以回过头来要抓他 他连那块 就是那块麻布的衣服 他也不要了 一个就是丢掉就走了 就像赤身走一样 能有这样的报道呢 可见是一种近距离的 这个到底是谁呢 因为我们说 马可福音是彼得提供资料的 这个不是彼得 因为彼得不是一位少年人 但是彼得呢 就远远的跟着冰丁 可见这是一个独家的报道 也是真实的报道 还有这句话很有趣 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 这里说 天使说 天使对妇人说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 和彼得 后面就不来 不谈了 这里有个和彼得 圣经从来都没有这么用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因为那是由彼得提供资料的 哇 那些天使特别提到我 是耶稣特别吩咐天使 告诉那些妇人的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 但是耶稣这里 特别提到和彼得 我相信对比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如果这句话的话 就是特别的救着彼得的 因为是由彼得提供资料的 我们再看情感丰富 这里提到了第十章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磨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为什么门徒要责备 因为很烦啊 你来见耶稣就见耶稣啊 还要耶稣摸一下他们 所以门徒拒绝了 但是耶稣有什么反应呢 耶稣看见就恼怒 奇怪吗 耶稣很少恼怒的 意思是说你们这些门徒做得很不好 所以趁机教训他们 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些人 正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孩子他是清新的 他是不记恨的 这一边你也激怒孩子 明天他就忘记了 简单来说他是清新的 单纯的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你就看回来 这些人只是要求耶稣磨一下他们头 但是第十章十六节这么讲 于是耶稣就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你是否发现耶稣是很亲切的 因此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第一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人 你不要以为他是小孩子 少不根事 好像就要小看他 第二我们侍奉的工作 从来都不要觉得麻烦 有些人觉得很多事情都很麻烦 当然麻烦 不麻烦也不需要你去做 这是教会的核心 第三方面 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种人 就像耶稣一样 非常的全程投入 抱着他们 为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我们教会有一些婴孩的奉献礼 我是逐个婴孩抱在我的怀中 为他们祝福 我们教会是生养众多的 可能有十几个人 我也不厌其烦的 每个都这么做 很多基督徒也要学习 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失去耐性 好像门徒一样 其实这是一件美事 只因为门徒觉得麻烦 门徒就拒绝他 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 这件事会引起耶稣的愤怒 这种结果我们是单单不起 另外就是他确定神性 看几个例子 就是很重的现场感 在三本书都有 但是来到马可福音是最详细的 当彼得第二次不认耶稣的时候 圣经说他发咒启示 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立时机就叫了 他就想起耶稣曾经跟他说 今夜在计较两遍之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这句话是最原装的 今夜计较两遍之间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看到71节 是彼得第三次不认耶稣 第一次死女认得彼得 彼得就装傻 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 第二次再认出他的时候 他就发誓了 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 犹太人发誓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来到这里是第三次了 他就发咒启示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的 如果我说谎的时候 如果我说谎的时候 愿神明明的惩罚我 这就是发咒启示 这个时候机立即叫了 是叫第二遍 耶稣就对他说 今夜机叫两遍之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彼得三次 第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 机就叫第二遍了 是不是很有现场感呢 另外一个是对比 马可写福音书有一个特点 有关人子他非常详细记载 但是又有很多的记载是很精简的 是比较一下耶稣受试探 马太非常详细 马可只是用了两句圣经来说 但是这两节圣经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 为什么耶稣接受试探 因为是圣灵的吹笔 去哪里去旷野 圣经说他受试探四十天 受谁的试探呢 这里 这里讲的是撒旦 留意这一句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所以你不要以为 耶稣受试探是没有危险的 你是像你一个人在旷野一天 那里 那里有茄子啊 野兽啊 这里是跟野兽在一起的 其他两卷书没有写 且有天使来试候他 马太说是有天使来试候他 因为马太形容耶稣是天国的王 这里就提醒你了 你不要把耶稣当作地上一个人 连天使都来服侍他的 这里就衬托回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我讲初步的PPT放在群组里面 今天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庞牧师的翻译 再见